第1军情作者 关义者当今世界 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也历来就喜欢以世界领导者自居 比如 奥巴马上台时就宣称 美国要在领导世界一百年 特朗普竞选时也称 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如此种种豪言壮语 听起来是感觉多么富有责任感的样子 的确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然而 反观美国的实际所作所为 却发现这一切都是谎言 因为伟大的领导者 美国向全世界输出的 常常是枪炮与罪恶 比如正在发生战乱 处于痛苦深渊的叙利亚 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3月28日 人民网队已经发生了7年的叙利亚战乱做了一个总结 称据联合国机构日前统计 自2011年3月中旬 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 到如今已经整整持续7年了 迄今共造成至少35万人死亡 另有约150万人致残 近1100万人 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流离失所 其中有大约500万人逃亡国外 成为了一辈子的纳民 截止近日 有超过1300万叙利亚平民 正等待国际人道主义救助 以上是兵凶战危之计 平民百姓所面临的现状 中国有一句古话 人为刀阻 我为鱼肉 这句话正适用于现在的叙利亚 今天的叙利亚就如同是一个巨大的屠杀场 美国极其所支持的 包括恐怖分子在内的叛军 还有如以色列等不怀好意的国家 就好比杀人之刀 另外还有土耳其等国家也怀着各自的小心思 而在这里大动干戈 虽然也有续政府军以及俄罗斯部分军队 想用以杀指杀的方式 再次恢复叙利亚的和平与稳定 然而发生在叙利亚的这场史无前例的途路 还远远没有结束 如今 在叙利亚的主战之地 集中在东古塔与阿福林 这两个地区的反政府军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 还在做着疯狂的反扑 而在叛军未灭的同时 又传来最新消息 3月27日 国际多方媒体军有报道 称美国正在叙利亚富有地区的戴尔祖尔建设军事基地 这看起来是要长期性地 一边对叙利亚施意掠夺 又一边要以这些不义之才来支援更多的反对派 如此下去 叙利亚将永无宁日了 然而痛并思痛 造成今天的这种惨状 也与当初一小撮叙利亚人 自身有推补掉的责任 2011年1月末 一群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煽动 被洗洗脑的反动分子 在叙利亚南部某城市 大肆进行反政府宣传而到逮捕 随后 一场早就与谋已久的大暴乱 在叙利亚各大城市展开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暴徒就是打着西方教唆的为了幸福与繁荣旗号进行的暴乱活动 接着 不知怎么许多暴乱分子手中 就有了枪支弹药 甚至如美式便携导弹 反坦克导弹等高端武器 后来于2013年 美国便亲自来伸张正义了 借口维护人权 用并无确凿证据的续政府军化武袭击平民事件而武力介入了叙利亚之后 在叙利亚的美军是丑态百出 去年10月到11月之间 俄联军多次在打下的ISIS武装的据点内 都发现了如汉马军车 美制狙击步枪等武器 原来实时口诵自由与民主的美国竟然是恐怖分子的帮凶 虽然已经整整打了七个年头 但叙利亚的硝烟仍然没有散去 离和平重俭还遥遥无期 当初受美国等西方国家蛊惑的反动分子 有的可能已经因战乱而见了上帝 不知存活下来的那些要追求美式民主的反动分子 请何以堪 声明 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 转发第一军情文章 为尊重原创 转载请标明出处 微信公众号转载 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 敬请配合